美国芯片企业被我国制裁了 对 你没听错 经我国网信部门审查发现 美国芯片制造巨头美光 存在着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隐患 威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 影响国家安全 按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 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 其实针对美光的调查 早在3月底4月初就开始了 3月31日国家网信办就发布了相关公告 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 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4月3日外交部也对美光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如果美光这儿八经的 遵守了中国的法律法规 是合法经营 那没啥好担心的 这等结果呗 只是美光显然干了一些 不那么合法的勾当 今后一边在中国挣钱 一边损害中国国家安全 解美国政府之欢心的好事 怕是要到头了 而且美光被处理的不冤 这家公司两面三刀 也不是一两天了 从历史恩怨上来看 日韩的芯片企业都得谢谢咱们 70年代到80年代 日本制造业崛起 从汽车到半导体行业 都是蒸蒸日上 在商业上形成了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美国资本家是忍不了 还管他什么自由市场呢 就是要用政治手段 给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起 上上课 1985年6月 美光带头冲锋 向美国政府投诉日起 向美国倾销64K的动态随机储存器 就是这个DRAM 客观上讲 80年代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利润暴跌了 不应该完全怪日本 主要原因是市场饱和 需求大幅下降 属于一个正常的商业周期问题 如果硬要分锅的话 美国的市场份额被挤占 可能只能分到四分之一的锅 但美光 英特尔 AMD等公司 还是要求对日起发动了反倾销调查 并征收高额关税 在政治上 日本是一个战败国 对占领国美国 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 美日于1986年 初步达成了半导体协议 日本承诺停止倾销 向美企让出20%的市场份额 这使得美光吃到了巨量的红利 从1986年到1988年 该企业的DRAM销售额增长了10倍 美光干的恶心事远不止这一件 还包括行业垄断 联合操纵价格 以及被刺队友 在1998年至2002年间 美光联合三星 海力士 英飞龄 这几家半导体行业的龙头企业 一起操控了商品价格 但有趣的是 只有海力士 英飞龄 被美国司法部判处了罚款 而美光 只有一位地区销售经理 被控妨碍司法 行业垄断被强行降级为了 地区销售经理 隐瞒作假数据的个人行为 而欧盟方面则发现 这起操纵价格 涉及的企业 其实多达10家 包括美光在内 但美光直接把所有人都给举报了 从而使自己免于受罚 这起垄断案 美国方面对英飞龄 罚款1.6亿美元 对海力士 罚款有1.85亿美元 三星也认罪了 但处罚较轻 只是送进去了一位高管 敦耗子 欧洲方面 对9家韩日德企业的罚款 则超过3.31亿欧元 综合算下来 美光又成了最大的赢家 只付出了一位高管坐牢的代价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也开始加速发展了 很快 这就受到了美光的关照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已不只有一家媒体爆出 美光一直在充当打压中国 储存芯片产业的幕后推手 有行业媒体统计 2018年至2022年 美光逐年加大向美国政府游说的力度 5年支出了954万美元 用于游说政府官员 其核心目的 正是为了打击中国的储存制造产业 5年来 美光总共暗中推动打压了4家 与储存相关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半导体企业 福建进华 台湾联电 长江储存 合肥长西 企图将中国储存自主技术的火种熄灭 2017年 美光起诉福建进华 2018年10月29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 对福建进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实施禁售 列入了所谓的实体清单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 美光5年前 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占比 一度高达60% 属实是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了 实际上 在我国相关部门做出不予采购美光产品的决定后 美媒普遍以中美科技战的角度解读此事 固然当前中美双方有着种种矛盾 但美国政府企业也是盗取他国数据 威胁他国国家安全的惯犯 受害者不止中国 也包含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光被处理的原因很大概率 就是威胁网络信息安全 而非西方媒体集体渲染的 中国借政治手段打压美国企业 同时目前美光在华业务 并非核心的芯片制造 没见晶圆厂 只有在西安设有了封测厂 2022财年 美光中国大陆地区营收占比 已经从2018财年的57.11%降至10.76 这意味着美光业务的可替代性较强 尤其是其在当前国产储存行业发展 已有长足进步 储存芯片市场供应过剩的当下 国外的三星SK海力士 国内的长江储存 长西储存 都可以替代美光的产品 不过这里还要多说一句 拜登最近对于美光被查一事 频频发生 此前一度传出消息 白宫对韩国施压 如果中国禁止美光的销售活动 那韩企是不能去填补 中国的任何市场缺口的 而韩国半导体企业 今年本就步入了韩东 利润持续下降 如果在华销售再受到影响 那恐怕就是雪上加霜了